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熊门镇首席声优 我给大家带来的本期四川话教学 嘿 拜拜熊门镇 我们先来说一点跟比赛有关系的 四川的赛场文化也是非常的丰富 喜欢足球的朋友们可能听说过 北京公体的口号传说 那么我们四川的现场 最有名的次与是哪两个人 一个就是 凶器 凶器有鼓励人不放弃 继续努力的意思 相比加油情感更浓烈 我们去年也把这个词 加入到了我们的主题题中 那人凶器也不加班 非常有力量 那么 还有个词呢 就是 下课 现在好像全国的人民都在用了 相信这两个词语 家人们很熟悉 那么在这里 希望即将到来的2021赛季 我们成都念对 多一点凶器 不要瞎口 冲 再来点有意思的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四川人特别喜欢吃花椒 麻这种味道 在我们这都是离不开的 在四川话里面 麻这个字也被赋予了很多意义 在麻将牌里呢 我们把糊牌叫做 锅派 把炸糊呢 叫做 锅妈糊 在这里 麻就有了欺骗糊弄的意思 时间长了 我们也就把糊弄人叫做 锅妈糊 福哥福哥 你以为我好像嗓子也收了 你以为我还在给我麻糊 除了这个啊 我们把喝酒到微醺的状态叫做 儿骂儿骂的 在特别愤怒的时候 你也对惹你生气的人说 一个 再来说点跟我有关系的 刚才说到的麻将 在麻将牌里 二条和二桶 经常被用来形容眼睛的尺寸 像我这样 眼睛大得不明显的 就能给我起外号叫 儿跳 别人为什么 把头测着看 很多人觉得四川 特别是成都人 说话非常的牙尖啊 这个词具体啥意思 我也说不清楚 差不多就是牙尖嘴吏的意思 其实给大家留下这种印象呢 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说话喜欢用语气词 怎么回事我们会说 扎子了 表达惊讶我们会说 哦呦 表达失望我们会说 哦呦 表达 俺也一样我们会说 哦 九死 强烈的肯定句 我们大都会加一个 啊 这样说起来会有一点抽象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哦呦 富哥 挺松霖 说话先会有点刺皮呦 啊 肯定吗 在四川 大家都喜欢说 蝶瓷啊 我之前听说外地朋友都说 我们四川人说话挺萌的 比如说我们把滑梯叫做 嗦嗦伴 把蜻蜓叫做 叮叮麦 广场舞叫做 把把舞 形容人大惊小怪发出很大的声音 我们叫 金抓抓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乖乖你再睡觉啊 要不要喝点碎碎 吃素就就赶好哦 几刀切死妈妈哈 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还是多说多念 今天我们有请嘎嘎 来为我们示范一下现场学习四川话 大家好 我是嘎嘎 来我先教你一个啊 猎 我教你说猎人雄起不加班 猎人雄起不加班 猎人雄起不加班 哇 可以 感谢大家支持成都年人队 感谢大家支持成都年人队 牛逼 这个啊 大家记得一剑三连 大家记得一剑三连哦 牛逼 你学的有点快啊 不论是我教 真的很适合当老师吧 我女朋友就是死产的 雷四五度